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国事光息评论 农馆是个什么东西?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作者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几个人闯进你家来 抓走你家积压 抢走你养的猪 拔掉你家的庄稼 砍掉你家的树 这是来了土匪吗? 随着农民们记录下这些粗暴行为的镜头在网上传播 人们开始知道一个新名词叫做农馆 这几个抢猪砍树的家伙就属于农馆这玩意儿 农馆不是当今中国的什么新品种土匪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执法人员 官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光听这名字 不装外宾的人应该明白了 这些人比土匪还土匪 他们比土匪更高级 更蛮横 更肆无忌惮 是有原因的 他们的主子不仅是老资格的土匪 而且是坐上了朝廷的土匪 既然有权有势当然无法无天 号称行政执法其实无法无天 这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从城管到农馆 暴力二馆两兄弟 说农馆不是新品种 也有点不公平 第一 这没有公平评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也许进步这个词 这里应该打上引号 引号有解构被引起来的那个词的意味 打了引号的进步 意味着不是真正的进步 据说引号还有一种强调的作用 这里那可就意味着这种进步 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 这两个意思相互矛盾 请读者自行选取其中一种意义 我暂时不做判断 先说事情的来由 来由是中国本来存在城管 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 很明显 他们干的活 与这农馆干的差不多 只是前者在城市范围活动 而且很有一些年头的历史 当然 城市里无猪可抢 也没有庄稼可拔 但城市里商业发达 交通也发达 城管不去抢人家的猪 而是抢人家的买卖摊子 也不去拔人家的庄稼 而是砸人家路边停靠的车辆 不用说 这种所谓执法行为 是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大量增加 而自1990年代盛行起来的 城管的特点 就是在执法的名义下 对民众实行暴力的所谓管理 据说 城管二字的汉语拼音城管 已经成为英语词汇中的一个新词 也被视为是暴力的同义词 说句也许并非题外的话 英文中直接从汉语拼音进口的词汇并不多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是关系 为什么要直接进口这样的词汇呢 因为人家那种语言里原来没有这个概念 看来 如果说关系是传统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这个城管就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了 毛泽东早就说 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习近平也在说 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难道说 不靠本事靠关系就是中国智慧了吗 不靠法治靠城管 那就是人类治理的中国方案了吧 中共当局的敌人越来越多 这个中国方案尚未走向世界 却首先走向中国自己的农村 可惜这套方案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而是以执法为名实行暴力管理 为什么要把这一套扩展到农村呢 这就是习近平在新形势下的新作为了 我前面说过 说农馆不是什么新玩意儿 是有些不公平的 现在还他第二点公平 承认这是习近平的新贡献 一般认为 自2018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 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起 农馆算是正式出台了 那正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起步之时 也正在习近平取得修改宪法 以无限期再任的成功之年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接下来习近平将会大奖安全和斗争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以来 中共上上下下的安全意识似乎增强了不少 斗争的劲头也鼓得更足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已经存在了好几年的农馆 因为其更加卖力地实行暴力管理 有了到处闯入农民家中抢猪砍树的新战计 这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人 我觉得从城管到农馆 还不单单是暴力管理的范围扩大了 而是揭示了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些很有深意的东西 比如中共的本质 习近平喜欢说不忘初心 那么究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所理解的中共初心是什么 这就和农民很有关系 谁都知道 中共是靠农民的支持而取得全国政权的 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么习近平如此暴力对待农民 这与中共的初心究竟是一致的呢 还是相互矛盾的呢 从依靠农民变为暴力对付农民 这当然是背叛 不过毛泽东时代已经背叛农民不止一次了 最大的背叛就是从分田分地到人民公社 为什么不断有这样的背叛呢 因为中共不过是利用农民取得权力 如果说中共的初心就是权力 那就首尾一致了 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 中国人都是这个政权的潜在敌人 小商小贩可以试 大鼓大哼也可以试 城市青年可以试 乡下农人也可以试 中共施政的要点 不外乎根据形势的变化 暴力打击危险的敌人 分化瓦解此时还不那么危险的敌人 看来在所谓习近平时代 中共做出了一个判断 农民这个敌人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 于是农馆上场 开始直接用暴力对付农民 因此不妨说 农馆这个东西就是对中共本质的揭示 它的出现好像在告诉人们 中共感到对它有威胁的敌人越来越多了 如果人们包括农民们 因此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人民 而其实是被中共看作敌人的 那将会是中国的莫大进步 全文完 Video 第二转发 哦 如果您可以试试看 您先看 这个 是